记者吴俊峰台南报道,台南市的大人庙日前在烧王城时,以四千岁野选项,无独有偶,仁德区的二层行公堂举办睽違39年的建造活动,也拍到了火凤凰现身的画面,网络疯传,成为当地热门话题。 二层行公堂的建造活动于上个月的26日落幕,当时在亲王宫前进行过火安座议事,来自高雄市的庙会记录工作者张静忠拍到了疑似凤凰翱翔的画面,照片中燃起的烈焰,看起来像一只准备起飞的鸟,上传网络后引起讨论,有民众以火凤凰称之,只夸这是祥瑞的吉兆,当地二行里要发达了。 二行里长屋中庆还指出,特别的是,该仪式之后,回宫堂安座,庙前的一只灯高车自然,约50秒后又突然熄灭,影响应是否的环保政策,当时并未施放鞭炮,净会起火,让信众称奇。